肖战出道八周年回顾他的成长历程 真是充满了艰辛与辉煌 从一个平面设计师到如今的顶流巨星 他的故事仿佛一步跌宕起伏的小说 吸引着无数粉丝的关注 肖战的入行可谓是阴差阳错 当年他在燃烧霸少年中被选中 虽然对演艺圈并不熟悉 但凭借坚持与努力 他成功出道 起初他以发电机爱豆身份获得了一定的关注 但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 颜值并不能保证长久的成功 经过多次尝试与魔力 他逐渐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为后来的爆红打下了基础 真正让他一炮而红的是 电视剧《陈情令》中未无限一角 尽管面临诸多质疑 肖战凭借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独特演绎 成功塑造了这个复杂且富有层次感的人物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在娱乐圈的风波中 肖战没有选择逃避 而是通过多样化的角色挑战自己的演技 他在电影《诸仙》中饰演的张小凡 展现了他对角色内心世界的探索与理解 逐渐改变了外界对他演技的看法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粉丝战粉们始终如一地支持着他 成为他前行的动力 在低谷时期 粉丝们的鼓励让他倍感温暖 体现了偶像与粉丝之间的深厚情谊 如今肖战已经走过八年 经历了辉煌与低谷 但他始终保持着追梦的初心 他对未来的期许充满谦逊与感恩 表示希望继续用心演绎每一个角色 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在这个八周年的节点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成熟和坚韧的肖战 他用坚持与努力书写着自己的传奇 而我们也将继续支持他 见证他的每一个高光时刻 八周年快乐 肖战 未来的路上还有更多精彩在等着你 加油